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非常的棒 我们应该说金舞系列应该算是咱们哈罗天津的大制作 从2016年的10月开拍 我们沿着金舞之路分别去了上海 鱼瑶 广州 佛山 香港 在2016年的12月开始播出 到今天我们应该算是播出到了第7期了 是的 前六期的节目可以说是都有亮点 源自天津的金舞精神走得如此之远 发扬如此之广大 不得不令人惊叹 惊叹 但是同时你看看我们说佛山是一个武术之下 出了很多大师 是的 李小龙 黄飞鸿 叶问都出自于那里 并且在那里的金舞会的发展也是风生水起 是的 你说到点上了 今天我们的金舞系列就是要聚焦这个地方 佛山因为在那里关于功夫的故事还有很多 我让你听到这期了 不是准备的重量吗 我们的金舞系列就是要联系的风格 在那里关于功夫的故事中 在那里关于功夫的故事中 和他们在那里关于功夫的故事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跟随父母从香港来到佛山 作为这次修缮工程的监工 一早他就来到了这里 我本身是去香港的 后来也跟着我们父母过来到大陆 所以都是小学时候才来的 那个时候这里基本上已经有了 我的大哥还在这里上学 以前有个原家中学的在这里读过书 所以这里就很久的历史了 在中国没有这么地方有这么大 这么漂亮 外国的什么国内有 美国啊 英国啊 波兰的 到处有来 那就是学武 都是以前的 我们有的亚佩 真无两个字的 武术对于习武者而言 并不单单是一种记忆 他的传承之路 离不开一代代习武之人的言传身教 在佛山 无论是武管私教 还是学校的课程 重视教育是佛山精武会的重要特色之一 出拳的时候 眼神一定要到位 对吧 早上在梁旭辉的陪同下 我们来到了这座始建于1925年的原甲学校 顾名思义 他是以著名爱国武术家霍原甲命名 1987年 他在霍英东 马曼奇等港澳同胞的捐资支持下 复办成功 他也是广东省教育厅第一批命名的省一级学校 佛山的精武会是1921年的7月10号是成立的 希望能够用教育来振兴我们的国家 那么这一点 这个精武会就衰先建立了 有好几个学校 旅校啊 原甲兰校啊 原甲中学等等四所学校 那么应该说是当时在全国里边 是首个精武会 是用原甲来命名的 创办学校的 课间的武术操是每日学生们的必修课 在原甲学校 学习武术不仅仅是孩子们的课外锻炼 而是纳入教学计划的课程 八岁习武的熊色是佛山精武会理事 也是原甲学校的体育老师 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 他都会在这里教孩子练武 学习武术可以让我多出汗 比喻一些身体上的疾病 我二年上有武术课嘛 然后呢 我也很羡慕那时候还很羡慕那武术的同学 我就很认真记载武术 然后就被老师选上了 一直以来都参加了 佛山市的武术的锦标赛 一直以来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三一连比赛了都取得了 十个同学都有进了前班里 教育的影响有如春风话雨 为武术的传承 培养着前铺后继的接班人 武术进校园 是很多地方的精武会正在进行的工作 在天津霍元甲的故乡精武镇 尚武练武的传统仍在延续 在精武镇小南河中心小学 武术也是这里教学的一大特色 武术我们是学校的特色品牌 提升到了校本课程 学武术对于学生的行为习惯 文明习惯 能够起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时也可以强转身体 让孩子们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教孩子们武术的老师 来自于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 除去平日的武术练习和演出 这些武术高手 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教学上 同样在北辰区的霍庄中学里 武术课程也在继续 他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武术家 还有他就在咱们天津这 我听说过霍元甲 他是我们天津散篮河人 让自己邪教性好了 而且还体重也讲 天津霍元甲的故乡 在这里关于武术的故事 总能让你意犹未尽 十一月的北方秋已渐农 一部由天津霍元甲文武学校 倾情演绎的金门第一功夫剧 五传奇却点燃了大家的热情 这部演出超过二百场 好评如潮的功夫剧 这一次将要加入新的面孔 中国武术对于他们来讲 是最亲密的朋友 十年以上的习武经验 让他们成为各自国家的武林高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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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来自东欧国家的 武术学员刚刚完成了 在霍元甲文武学校 为期三个月的武术培训 作为成果展示 他们要参加武传奇晚上的演出 功夫的演绎不需要太多的语言 无论是番子拳 鹰爪拳 螳螂拳 还是侯棍 这份答卷是否满分 台下的叫好声 已经给出了最好的评判 无独有偶 在佛山 梁旭辉的功夫学堂里 也迎来了许多远道而来的洋徒弟 张卓庆 1940年出生 世界永春功夫总会会长 他是永春泉大师 叶问入世清传大弟子 已故世界功夫巨星 李小龙的大师兄 同时 他也是梁旭辉学习永春泉的师父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尊师重道是习武之人情意的体现 佛山功夫呢 他有非常传统的 拜师和收徒的仪式 我们叫做仪轨 做弟子呢 是对师父 进行行礼 叩头 敬茶 奉上 历室 每年回国 张卓庆都会到佛山 祭拜自己的师父 作为张卓庆唯一的中国弟子 这一次 梁旭辉也为他操持了一场 传统的收徒仪式 磕头 敬茶 宣誓 传统的礼节之后 他们就会成为真正的永春弟子 所以我们做了一场祭祝 永春作为实用性极高的犬种 即公舍兼备为一体 擅长以小博大 以弱胜强 是海外传播最广泛的犬种 传播中国武术是功夫大师们的追求 也是霍元甲创立精武会的初衷 在喧嚣的城市中守望传统 这也正是如今精武会的一个缩影 破除门户之箭 让武术去影响更多的人 你知道吗? 对,我认为他做到一切都很棒的 它是很精彩的具体力 跟 UskyVe的交流 他做了非常之好 有相关介绍的 我认为他做的 因为它是很难以来 一切与不同的业务业的舞台 杰理 game 他又把电影拍到很多角色 然后杰理云里演出的角色 所以现在我来到这里 我来到中国在中国的武术中学习更多 佛山作为武术宗师黄飞鸿 叶问还有功夫明星李小龙的故乡 昔日的武术大师虽然不在 但武术对佛山人的影响却一直延续下来 在诸多影视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佛山制造的元素 其实最初将武术拓展到影视表演方面的想法得益于一个人 他就是邵汉生 出生于佛山南海的他 曾是香港的一代拳师 他自幼随霍原甲之子霍东阁席拳 成为当时广州精武会里济通南北的拳师 1950年他在香港加入程昌影演公司 即制片剧物演员于一身 到1963年 他参与制作的黄飞鸿系列影片有70多部 天生政务会 每年夏末 邵汉生的儿子邵振鹏都会回到位于佛山南海的家乡探望 设置组此行也第一次见到邵汉生故里这个不大的纪念馆 那么怎么说呢 这韩式节里的徒弟啊 他的学生啊 为了纪念他 盖了个纪念馆 那纪念馆没什么东西 所以我从家里就把这些能拿出来的东西 就是零零乱乱的放出来 我还没有办纪念馆的人才嘛 他很年幼的时候就在广州参加精武 他没离开过精武吧 所以精武慢慢地把他再回成三星教练 邵汉生是李小龙舞台生涯中的第一位正式的北派功夫老师 尝试精武体育会三星教练的邵汉生 对多种北派拳术均有极高的造诣 天工的超衣 月供服叫十三联环后 为什么是非得要十三联环后 这个是精武传统的服装 而且呢这个衣服上面呢 你看有多少颗星星 有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星星越多表明 他的功夫越好 那最高几个颗星 三星 就是邵叔叔现在这样的 对 这个就是邵汉生教李小龙的节拳 他属于精武十套之一 属于高级套路 没有弹腿功力拳的基本功练不了 节拳呢 他很多的腿法 还有腾空 跳跃 所以对这个弹跳力啊 特别是下盘的功夫 要求非常高 邵汉生在香港 教给李小龙的功夫 便是1964年 我们在美国长堤空手道大赛上 看到他的 急如风 快如电的精彩表演 尤其是他的连环飞踢的动作 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以纪念馆旁边仅有一墙之隔的院落 就是邵振鹏的家 这个话里有一颗红豆 那千金您去过吗 以前 去过 去过 哦 那再去就是故地重游啊 如果要增加一个项目 就是去汇 对对对对 以前去是旅游 现在去找我们的西松地人士人士 南拳北传 很前邵汉生 是受益于北拳南传 那现在南北交流 南上北传 这里有一些就是元件 我可以替你介绍就是 我能把它好好的保存的啊 都是老教片啊 李小龙吧 他只是送给我爸爸的 有签名的教片 哦 这是一条龙 亲自签名的 亲自签名的 七龙的 这有四叔两个字 他不叫我爸爸叫叔父吧 不叫叔父 就叫我爸爸叫叔 叔叔 我爸爸比他的爸爸年纪小一点嘛 所以他叫我叔叔 是不叫叔父的 这是从哪寄来的呀 他从美国回香港的时候 跟我爸爸去发呢 这位是附近 邵汉生先生 这位是李小龙 李小龙 那就是经文的巴勒汉 时间 时间 嗯 武术成就了动作电影 电影也成就了武术 所以我们今天也能一睹当年大侠们的风采 怀着骄傲之心将武术传承下来 当年从香港回到家乡的邵汉生 创办了山三武术队 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他所钟爱的武术事业 在撩动轻强 在撩动轻弦 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 慢慢的浮现在我的脑海 故乡在每个离家的人心里都是一份沉甸甸的牵挂 每次回来 邵振鹏都要小住一段时间 他回来了 三山武术队的队员也都会再聚 虽然不能像年轻时一样一起练拳 但他们也在各自忙碌的生活中 继续着对武术的坚持 少老先生就是少汉生嘛 他是我施工 也可以说是我师父 因为以前他来亲自辅导过我们的 有时候我们做得不好 他的拐掌一打过来 那个地方是黑色的 我觉得这个武术还是一个文化的遗产 所以对方面我觉得应该要很努力 在每一项这样的东西上面做好它 把这个传统的文化遗传下去 入夜后的佛山依然精彩 晚上的时间也是各大舞馆开始练舞的时候 武术的练习从不能一蹴而就 今年累月的坚持就是爱武之人对武术的守望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你看佛山不愧是武术之乡 霍元甲精神和金武会在那里依旧是代代相传的 而且邵先生对顾湘的眷恋和他所做的贡献 真的也是让人敬佩的 是的 那我们的金武寻宗系列看到这里 很快就要接近尾声了 最后一站可是我们的压州大戏 对 说到这个压州大戏 最后一站我们要去的城市 它可是孕育了世界上知名的武术电影 以及武打明星 我当然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 那就是中国香港 没错 是吧 其实这个地方吧 它也是金武精神传承之地 那在香港我们的设置组遇到了谁呢 又听到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 Hello天津金武寻宗系列 我们会揭晓答案的 看一下点点收看 大家记得Hello天津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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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